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爱摄雕爱吐槽的郭大侠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印度小伙无意间的一个发明 造福的印度六亿妇女的故事 西米是一个穷小伙子 初中毕业的她总喜欢发明一些小玩意儿 和印度种族的阿三不同 西米的发明创造都只会搏美人一笑 结婚后她更是在宠妻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一天一家人正在一起吃午饭 突然妻子盖亚起身离席躲到了阳台 西米不明所以的追了过去 原来啊 盖亚来大姨妈了 对中国大多数女性而言 没什么是一片姨妈筋解决不了的 不行就两片 然而在几十年前的印度 护垫则一直积居高端运品之林 普通家庭根本消费不起 少女成年后 一般都会选择连件的纱布当护垫 反复使用数年后舍不得丢弃 极个别地区甚至用树叶土灰等等 当西米看到妻子在阳台洗一块祖传的脏布时 她明白了一切 西米两大药店 老板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白白的软软的 用着都说好的那个 饼套吗 不是 就是电视广告上把水一次溜就吸干的那个 蝴垫吗 对对对 就是蝴垫 有点老板是以西米低调点 于是从桌子下面悄悄地给她递了过去 55卢比 什么 就这东西也要55卢比 在当时55卢比大约折合人民币6元左右 虽然户垫很贵 但是为了老婆西米还是买了 盖亚收到礼物很开心 她也紧在电视上见过这东西 当她看到包装上的价格时 盖亚震惊了 盖亚问西米 咱家有矿吗 没有 咱爸是叫马云波 不是 那你还不撒样的把这玩意儿给老娘退了 想什么呢你 西米无奈 只得带着蝴垫去上班了 刚来到工厂 好巧不巧的一位工友受伤了 大家慌忙找干净东西给她爆炸 有人递上了擦脚破布 不行 这玩意儿有狡气 老王甚至现出了自己的内裤 鱼 哎呀你不用别扔了呀 西米灵机一动 从头里掏出了没垃圾退货的蝴垫 在印度人观念中 蝴垫是个女人用的 这东西大约是世间最脏的东西了 还不如老王的内裤呢 然而来到医院 医生却对西米的做法大家赞赏 医生表示 蝴垫其实非常的干净 假如是用内裤包裹的话 只掉其林壁就废了呀 事后 在与医生的交谈中 西米得知 在这个村庄里 每月都有十几个女性来看兵 兵姻都是因为 在京期使用不节制物所致 更由慎者 亦会因此而丧命 西米听后显入了尘寺 她暗下决心 不能让妻子盖亚 再用那块破布了 然而每月无数 并不是西米这样的普通家庭 所能负担的 于是西米萌生了 组糊垫的想法 她拆开了一个糊垫后发现 内部的组成非常的简单 仅有一点点棉花和纱布而已 这么简单 我也能做 于是西米都是买棉花 习是买纱布 春当儿还蹭了瓶502 总之 在理工男的世界里 万物皆可DIY 和西米兴兴兴拿着 自知乎店献给盖亚时 盖亚表示 大姨妈已经走了 西米的脸上露出一次失望 不过很快 西米就意识到 既然大姨妈走了 那么是不是 嘿嘿嘿 然而盖亚就不同意 因为妹妹的大姨妈 也好巧不巧地来了 而且也要在隔壁住上五天 坐在床上的西米 粗算了一下 加了一共四个女人 跑到老母亲不算 盖亚连带两个妹妹 你每人五天不算 三个人至少也得是五天 此时侮辱后 整整一个月都没戏了 我太难了 于是西米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盖亚的大姨妈 两天一早 西米笑眯眯的询问 蝴蝶效果如何 结果却得到了盖亚的一张臭脸 原来是蝴蝶没有起作用 派到盖亚洗了一夜的床单 西米不死亲 他认为肯定是蝴蝶分量不够 于是又做了一款 蝴蝶扑肉版 这回盖亚表示 打死也不愿意再洗一夜床单了 于是西米瞄上了出嫁的表姐 两个带子归重的妹妹 甚至连邻居家的小姑娘 也被强行安利 整个村子的人 都对西米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然而西米并没有放弃 看着接近风波的丈夫 盖亚决定再当一次小白鼠 然而说的代价是 他又洗了一夜的床单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西米百思不得起解 但他丝毫不能阻止他 固定Poro Max版的研发 这回他决定亲自当小白鼠 他先是买了一条 XXXXXL版的女士内裤 接着用气球装扮娘血 来模拟月经时的反应 这次固然没有策露 西米高兴的骑着自行车 准备回家报喜 可是骑着骑着却发现 裤子上全部都失去 情急之下 西米顾不上旁人的眼光 一头扎进了恒河中 然而这回 就算他敲进恒河 也洗不清了 大陆树村村民 为此召开了第一届PDR大会 在会上 崔面一致认为 西米被魔鬼附身了 妻子甘雅也被哥哥 接回了娘家 西米认为自己没有错 他卖掉工厂股份 远走大乡 为了造出护店 西米堵上了一切 西米先日来到了棉花厂 接花眼得知 护店里的白色东西 根本不是棉花 而这一种叫 纤维素纤维的东西 为了摸清这种材质 西米无常给大学教授 家里当佣人 希望教授能告知一二 然而教授实在是太忙了 根本没时间和他交流 还在教授儿子喜欢上网 为西米查到了 关于纤维素纤维的资料 在教授儿子的提议下 西米讲报大公司采购商 打电话让纤维素公司 给他发点样品过来 说到快递材料那天 正好被教授装进来 这句话怼得教授极为不爽 于是教授连也给西米 搜集了造蝴蝶的设备 整他设备下来 大约得几千万卢比 最后教授还不忘契落西米 要好好挣钱 才能用自己蝴蝶哟 看着做蝴蝶机器的视频 西米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 西米刺别了教授一家 来到了乡下 租了一间荒废的厂房 动着千万的蝴蝶机 西米买不起 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造一探出来 整个机器可以拆分为四个步骤 分别是 搅拌 那么问题来了 找谁来当小白鼠呢 这是一个叫帕里的小白鼠 正在满大街的找蝴蝶 凌晨的印度街道 估计也只有西米 能从兜里掏出两片带有腿温的蝴蝶了 第二天 西米打听到帕里的住处 询问他使用后的感受 帕里感到莫名其妙 他认为 这不就是普通的蝴蝶吗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呀 但西米却喜极而泣 这次 他终于成功了 他用了不到两卢比的超级成本 制造了可以披霉大城的平民蝴蝶 回大家后 帕里觉得西米的发明非常有价值 建议他去参加全国发明比赛 最终 西米凭借超级成本 一举拿下了本届大赛的一等奖 长命后的西米 并没有将发明申请商标保护 因为他发明蝴蝶的初衷 就是为了让妻子用得起蝴蝶 而此刻 他想的是能让全印度六亿妇女 都能用得起蝴蝶 于是他选择扎根乡村 卡空无私地将他的发明创造 展示给了更多的女人 而帕里也放弃了大公司高薪的职位 选择和西米为印度妇女卫生事业而奋斗 在帕里的帮助下 西米的护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另外 他们还招募了村里的农村妇女 一起来生产护店 通过给他们发工资 让其意识到 即使不靠男人 他们也能养活自己 随着护店越来越受欢迎 作网工人建议西米给护店请名字 以便于他们日常推销 帕里说 中国有一家叫某米的科技公司 推出了一款好用不贵超耐用的聚能鞋 要不咱也借鉴一下 不如叫它聚能锡怎么样 从此 两卢比的护店飞进了千家万户 此外 帕里还帮助女工解决了银行贷款的问题 鼓励她们向银行贷款 然后购买护店制造机 接着 再用卖护店所得的钱去偿还贷款 这种推广模式 无疑解放了印度女性的劳动力 媒体奉拥而至 也给西米免费做了播宣传 印度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早店运动 不仅如此 西米还被要去联合国演讲 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西米和帕里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帕里被眼前的这个男人争处了 就在两人关系即将更进一步的时候 盖亚打来了电话 帕里从西米的眼神中看出他 依然深爱着盖亚 最终帕里选择了退出 这不根据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看得我无为杂陈 一个穷人小伙 面对一碗财富 必然不忘初心 试问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美国的超级英雄 打反派拯救世界 而印度的超级英雄 却是一次次反抗其观念 拯救印度人民 提高印度女性社会地位 这才是真真正正值得尊敬的超级英雄 不得不说 近几年印度电影质量真的很高 讨论的都是些社会问题 真的很希望我们国家 也能多出一些这样类型的电影 好了 我是郭大侠 我们下期再聊吧